外交部表示 美方上述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谴责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美建交公报明确规定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 美国人民尽通台湾人民 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方上述言行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公然违背美国政府自己做出的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坚定不移 实现两岸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正告美方 台独是死路一条 纵容和支持台独 注定要失败 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都会遭到中方有力回击 也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与台实质关系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任何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的言行 中方将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 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针对同样的问题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20号应询时表示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持续推进国家统一进程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停止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同一天 国防部表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方行径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危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发展 严重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是极端错误的 也是非常危险的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事关中国核心利益 和十四亿中国人民民族感情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斜阳自重没有出路 以台治华注定徒劳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行径 有备民族大义 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要说出品了 让我们下誓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破坑 入军 坐下 看 手